这里是赌城最大的肉联场 工作人员打开设备工作 却发现绞肉机里露出了一只人的手臂 警方很快赶到了现场 尸体已经被全部绞碎 由于手臂的尺骨非常坚硬 卡住了绞肉机 这才留下了一条手臂 也就是说倘若凶手剁碎了骨头在脚 怕是整个城市都能够吃上新鲜的人肉了 老鸡在机器旁发现了一个耳塞 这个耳塞与员工们带的并不一样 死者仅剩一条手臂 手掌上有一些陈旧的烫伤 即便是手掌磨损的厉害 老鸡还是用化学试剂提取到了死者的指纹 经过比对 原来死者叫做阿伟 是一家五星级餐厅的主厨 这就解释了他手上的烫伤 老鸡带着C姐来到了死者工作的餐厅 前台小姐姐正忙得手抽筋 压根就没有空搭理他们 直到老鸡掏出了证件 前台才知道事情非同小可 C姐告诉金妮 由于阿伟的指甲内有肉质和橄榄油 这代表他还未来得及洗澡 就被送进了绞肉机 谈话间 老鸡在服务生的工作服上发现了血迹 C姐希望金妮能够关门停业 因为警方怀疑 厨房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这让金妮非常的为难 他总不能把客人都赶走吧 再三要求下 二人只能同意等客人们全部离去 好不容易要到客人离去 老鸡搜证的时候 发现不止一个服务生的衣服上有血迹 对此 副主厨杰克解释 这些血迹都是他的 厨房有个规定 那就是不能随意触碰别人的道具 以及内啥部位 案发当晚 由于杰克没有遵守规定 随便使用了阿伟的道具 阿伟发现后 便在他的手上滑了一刀 算是给他一点教训 杰克便抬起流血的手指 甩啊甩啊 就甩得大家的衣服上都是血迹 关键大家还觉得 这根本没什么 老鸡精呆了 你妈这是厨房啊 你们都没有听说过艾滋病吗 话说厨房除了血迹 什么东西都有 什么精子啦 大鼻涕啦 毒品啦 五星级酒店的厚厨豆这个样子 看来以后还是少吃些外卖吧 老鸡在排水孔洒满了试剂 上面出现了很明显的血迹反应 解开排水管的盖子 里面有一些已经凝固的血迹 奇怪的是 这些血迹上面还黏着沙子 厨房怎么会有沙子呢 老鸡要求检查所有厨师的刀具 副主厨杰克当时很大方地拿出了自己的刀具 最后老鸡又在这里发现了小火炉 这是堵成严厉禁止的储具 经理只能承认 几个月前 四肢阿伟在餐桌前 为客人烹饪食物的时候 就因为操作不当引发大火 直接把一位小明星给烧到毁容 经理为了生育 也只能向警方隐瞒下了这件事情 警方找到了被毁容的男星 发现他的手上有一处新鲜的咬伤 人类的嘴巴充满细菌 被咬一口就会引发感染 老鸡派人抽取了男星伤口处的组织液 经过检测 组织液里的细菌 以阿伟口腔中的细菌一致 原来男星曾找到阿伟讨公道 便阴差阳错 蹭到了阿伟的牙齿 我有一个问题 阿伟已经成了一坨古状物了 警方又是怎么提取到口腔里的细菌的 可男星只承认自己殴打了阿伟 并不承认自己杀人 与此同时 见证科出举了新的检测报告 正是绞肉机旁的尔塞属于肉连厂的司机 正是他趁着四下无人 将阿伟扔进了绞肉机 司机见无法狡辩 只能承认是副主厨杰克收买自己这么做的 他想着反正阿伟都死了 人又不是他杀的 扔进绞肉机也不过是举手治疗罢了 C姐找到了杰克 这货当然不承认分尸 也不承认指使司机将尸体搅碎 谈话间 老鸡在工作台下找到了一些羊毛纤维 可菜单上并没有羊肉 画面一转 C姐和小格正在检查厨房的刀具 他在副主厨杰克的刀背上 找到了一些红色的指甲油 整个餐厅也就四个女员工 C姐让他们挨个声出手 只有漂亮的女前台整天擦着红色指甲油 C姐暂时扣压了女前台 与此同时 技术员哈士奇检测了厨房烧焦的羊毛 证实这是金方羊毛 常被用于制作西装和大衣 并且这些羊毛上还有死者的血迹 死者是个主厨 怎么可能会在厨房里穿西装和大衣呢 哈士奇很笃定地认为 这些羊毛来自于凶手 另一边的C姐拿出刀具给你全台辨认 因为上面的指甲油证实 她曾拿过这把刀具 老基仔细研究起了这把刀具 高档的刀具为了保持平衡精准 会在刀柄里放入沙子 这就解释了排水管里的血块上 为什么会有沙子 并且这还不是普通的沙子 而是产自日本的割砂 肢解尸体需要花不少力气 因此刀柄才会锻炼 才会造成里面的沙子粘在血迹上 杰克的提成远远高于阿伟 他压根就没有杀死阿伟的必要 在老基的逼问下 杰克只能承认 那天晚上 金里在厨房发现了阿伟的尸体 为了维护餐厅的声誉 也为了防止餐厅关门大吉 自己丢了工作 二人只能一拍即合 在厨房分解了阿伟的尸体 在雇佣司机将尸体送进了绞肉机 处理完尸体后 金里便焚烧了沾着血迹的羊龙大衣 可是阿伟并不是他们杀的 他们只是处理了尸体 现在唯一的遗凶便是前台小姐 因为刀具上沾染着他的指甲油 前台小姐姐是个神经质 根据经验 让女人开口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吓唬他 于是老基 故意让警方押送着金里和杰克 在他的眼前走了一圈 前台小姐姐果然被吓得不轻 随后老基又试着诈呼了他一下 小姐姐以为警方已经找到了足够的证据 只能承认了自己杀人的事实 原来死至阿伟处处留情 跟所有女员工都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 本来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他需要靠着跟阿伟的这层关系换取利益 哪知道那天 他发现阿伟跟女厨师勾搭在了一起 要知道女厨师整天在厨房 与阿伟朝夕相处 前台小姐姐认为 再这样下去 阿伟一定会抛弃自己 干脆拿刀捅死了阿伟 如此清新脱俗的杀人动机 让二人无法理解 不过这个前台本来就是个神经质 做出什么事情都不稀奇 警方逮捕了她 希望监狱能够治好她的神经质 案件了结 另一边的大黑和沙拉 接到了一起诡异的自杀案 死者叫做阿美 她的左手腕被割了一刀 失血过多而死 然而这并不符合女性自杀的模式 大多数时候 女性会选择在浴缸中割碗 方便警方清理 床上的血迹显示 有人曾移动过死者 沙拉打开了阿美的衣柜 一件丝绸的衬衫上 沾染着奇怪的水渍 而床边的两个血脚印则让大黑认定 这不是一起简单的自杀案 因为有人曾在阿美死后来过现场 还移动了尸体 大黑询问其阿美的感情状况 父亲回忆 阿美确实有个不误正业的男友 这或还是个赌徒 母亲回忆 也正是男友的出现 害得阿美的精神状况一直不太稳定 阿美的尸体被晕到了验尸房 左手腕的伤痕符合割碗的特征 然而根据经验 大部分自杀者都会在手腕上反复试探 这就会造成很多道伤口 而像死者这样只划了一刀的 非常的少见 种种迹象表明 阿美很可能不是自杀 莎拉在阿美的头发里 发现了一块碎玻璃 可她的卧室里 并没有被打碎的玻璃制品 新来的技术员哈士奇检查了这些玻璃 最终得出结论 这是汽车上的挡风玻璃 难不成是死者被车撞了之后 又爬回家自杀 这显然不可能 这块玻璃来自于死者阿美的邻居 与邻居说阿美有精神病 这会一发作就到处地打砸 案发当晚 是阿美打碎了她的挡风玻璃 还不肯赔钱 邻居诡异 阿美心情好的时候就砸社区的信箱 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打砸泳池边的公共设施 总而言之一句话 她死得好 母亲承认阿美确实有精神问题 父亲说阿美有遭遇症 突然就会变得很疯狂 只要身边的人都不堪其扰 因此医生给她开了药物 缓解她的症状 可阿美却拒绝吃药 这也导致她的病症反反复复 莎拉和大黑在游戏厅找到了阿美的男友 这会正在研究赌博机的规律 试图能够一鸣惊人 大黑嘲笑这个自作聪明的赌徒 因为机器的结果有上百种 普通人根本就无法破解 男友的衬衫上有血迹 鞋底也有血迹 并且这些血迹都属于阿美 对此 男友解释 案发当晚 她来到阿美的家里 想找些钱回去玩赌博机 回头才瞧见阿美竟割碗 鲜血流的到处都是 她上前查看了奄奄一息的阿美 想着血都流这么多了 肯定就不活了 干脆就没管她 而是干嘛拿着钱 一头扎进了游戏厅 阿美好惨 居然找了个这么变态的男友 独立检测报告显示 阿美确实没有吃药 可她的体内 却有大量的安眠药的成分 可医生并没有给阿美开过安眠药 倒是给她的母亲开过不少 母亲说阿美的躁愈症一旦发作 就会搞得家里鸡犬不宁 她只能吃些安眠药来稳定情绪 听说警方怀疑妻子给女儿下药 一旁的父亲显得很激动 难不成亲生父母还能杀了女儿不成 就在此时 莎拉接到了小哥的电话 还记得阿美的衣处里 衬衫上的水字吗 实验室确定 那些水字是一些眼泪 而泪水中的DNA来自于阿美的父亲 这证明 案发当晚 父亲曾躲在阿美的衣处里哭泣 父亲无奈 只能说出了心酸的真相 阿美的遭遇症一旦发作 就会折磨身边人 只要父母都已经激进崩溃 阿美不肯吃药 拒绝治疗 可是按照规定 只有自残 才能强制将成年人送去医院治疗 父亲便只能给他下药 随后割伤了女儿的手腕 没有想到此时 男友突然闯进来偷女儿的钱 父亲只能躲在衣处里 不敢出声 望着女儿的血越流越多 痛苦的他躲在衣处里 偷偷地哭泣 直到男友走后 父亲才意识到 女儿已经死了 他很崩溃 本来只想给女儿弄个自残伤 好强制送他去治疗 没有想到一下子哥大发了 把女儿给割死了 话说亲生父亲一下子哥这么生 莫不是他的潜意识中 就有杀死女儿的想法 细思极恐 这是一个让人心酸的故事 相信家中有遭遇症亲人的 能够深有体会 这种病一旦发作起来 能够把身边的亲人给逼疯 或许老父亲也在女儿的折磨中 渐渐出现了精神问题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本集小知识通常情况下 自杀的人会犹犹豫豫 断断续续割自己好几次 直到真的鼓足勇气杀死自己 所以他们的身上会有很多的试探上 我们经常会在新闻上看到 什么某某某身中十几刀 警方却判定他是自杀 碰到这种新闻 我们常常会嗤之以鼻 认为自己的智商遭到了侮辱 请不要怀疑警方的专业性 因为他们能够通过伤口 清楚分析出自杀和他杀的区别 不管何种逃避方式 都是极其痛苦的 这个世界不是那么美好 也没有那么糟糕 当你或者身边的亲人朋友 觉得这个世界很痛苦 想要逃避的时候 请一定要拨通以下几个号码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 就已经战胜了好几亿个对手 谁让你愿意相信 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那么奇迹一定会降临于你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